- 水平絲工程戰場 各位 電車老師好 今天我們要講解主題是底前行不行 現在我們要講解設計同學 為了一部部貴則的零件的加工和不同角度前面的加工 且工業領域不可能只有簡單的平面 然後業界也不可能因為一項產品 去外面製作模具 然後在做角度加工的同時 會搭配到正型感的快規 然後這兩項搭配在一起並沒有那種便捷且營火 所以我們設計出這項產品來改善情況 這樣我們把講解是主要用途 我們的虎前主要用途用於快速的夾持不跟著連接 而做水平仰角來調整 我們把講解操作示範 先這樣先把它放進虎前裡面 然後開始轉動後面的柔桿 然後讓它縮緊 這樣我們的不規則零線就加好了 現在我們要加持不規則的屯型 先把它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加持的動作 這樣它就還要好了 然後我們要開始調整水平角度 像這樣慢慢轉動後面的柔桿 它就會開始 進行水平仰角的調整 像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要講解是VR發展和改良 我們的虎前在VR工業裡面發展下 如果可以搭配上自動化控制技術整合 我們可以提高它的生產效率 且製造靈活性 還有使它能夠適應不同的工作場所 在材料和製造技術的進步下 我們可以使它達到輕量化 且讓它更加堅固 綜合以上改良的想法 我們可以達到提高設備的可靠性 和製造生產效率提高 還有減少我們的停機時間 這就是我們的想法 好 謝謝平安老師